接下来我们学习ES2019 另外一个新的方式 叫做方神.proportype.truthscreen 其实这个方法实际前就有了 只不过在2019当中 对于这个方法进行修订 这个方法可以返回 元代码中的一个实际文本片段 这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去例子吧 我们再新建一个文件 6-4.js 然后把它连进来 其实我们知道 在ES当中函数就属于对象 对吧 对象其实是有一个这样的 to-string方法的 因为对象上面有这个to-string方法 而我们的函数呢 又属于对象 所以说方神是不是也具有这种 to-string的方法 我们呢定一个方法 叫做fo 然后呢 这里面呢我们就输出一个租倦 然后大家看 我输出fo.to-string 大家看 输出的是不是就是整个方法的一个 我们叫文本 是不是相当于原样输出嘛 然后大家可以看 比如说我这里面有一个注释 比如说 这是ES10 保存 大家看 当to-string以后 我们的这个注释 是不是也能够被字符串化 包括这里面的回车 或者这里面的空格 是不是都能被字符串化 所以呢 其实这个就是ES10 对于这个 function.prletype.to-string的一个修订 因为之前呢 其实我们调用方法.to-string的时候 它呢 只返回函数的主体 是没有空格啊 注释啊 这些内容是没有的 但是呢 在ES10当中 它不仅能够返回整个函数的主体 包括注释 空格 是不是都有 对吧 相当于就是当作一个文本 原样输出嘛 这就是这个森策性啊 所以呢 对于ES10修订了方式一下 我们的to-string方法 大家只要知道是这个意思 就可以了